繼早前在台灣和泰國舉行粉絲見面會之後 那天韓國引氣男星丁凱仁終於來到香港了 他那天現身吸引大批粉絲圍觀 西裝打扮的他一出場就展露招牌暖藍笑容 還用廣東話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丁凱仁 在香港的初版門是否有去過嗎 首先是香港市場表演 夜景也看得到 我只是想回家 有很多興趣的東西 首先是碗湯麵和錦桑吃 粉絲以丁凱仁演出過的四個韓劇 做營賞台之前有像 丁凱仁中送舖搭謝粉絲令全場尖叫 而丁凱仁因和孫藝珍拍劇而人氣急聲 還傳出非聞 那天他也有分享和孫藝珍合作的感想 我真的要感到我第一次主角 孫藝珍和孫藝珍和我一起的 很高興 我從我最永遠的第一次忘記的作品 也想說孫藝珍和我一起的作品 曾經說過這麼多的活動嗎 除了愛情題材之外 丁凱人都很想挑戰不同類型的作品 還很期待跟香港演員合作 丁凱人最後再次感謝賭場的粉絲 說全靠大家支持 他才可以來到香港和大家見面 娛樂新聞王寧演報導